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公众关心的胖猫跳江身亡事件的细节 重庆一男子因感情纠纷跳江身亡 其女友遭网报 今年4月11日凌晨 一位网名叫胖猫的刘姓男子 在重庆长江大桥跳江身亡 从4月25日之后 胖猫姐姐刘某和其妹妹 多次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 在表达对胖猫思念的同时 认为谭某必用感情操控 骗取了胖猫大量钱财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 网安支队民警 崔广迪经过我们的调查 胖猫的姐姐和妹妹 拿到了胖猫的手机之后 翻阅了里边大量与谭某的聊天记录 以及转账记录 把部分内容揭取并发到网上 然后迅速形成了热点话题 许多大V也参与到其中 5月3日 胖猫姐姐刘某 在网上发布了弟弟火化症的照片 胖猫以火化胖猫 跳江事发地 百满鲜花汉堡等词条 再次登上各大网络热搜榜 同日 谭某向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报案 称胖猫姐姐侵犯其隐私 5月5日 胖猫姐姐刘某 向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报案 称谭某涉嫌诈骗胖猫钱财 随着该事件的持续发酵 网络舆论的矛头逐渐指向了谭某 重庆市公安局网安总队民警 金科 谭某 被部分网民取名骗子捞女扑案大师 被造谣被人殴打 并且由网民 还号召给谭某支付宝 进行一分钱转账 附带咒骂辱骂等留言 网络出现多起扬言悬赏 威胁谭某人身安全的言论 严重影响谭某正常生活 并造成网络空间 秩序混乱 5月19日晚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 发布了警情通报 经依法调查 谭某和胖猫 存在真实恋爱关系 经济上互有往来 不构成诈骗犯罪 胖猫 姐姐刘某 因曝光谭某个人隐私 导致谭某被网民攻击 辱骂并受到人身威胁 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 重庆警方 胖猫与谭某恋爱期间 正常经济往来 不构成诈骗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 在街道谭某和胖猫 姐姐刘某的分别报案后 迅速进行深入调查 重点从网络上 争议较大的几个焦点问题展开 包括 胖猫和谭某 是否属于正常的恋爱交往 胖猫和谭某的经济往来情况 胖猫姐姐刘某 是否侵犯了谭某的隐私 是否存在误导舆论等情况 重庆警方经询问谭某和胖猫 双方亲友 走访知性人员 依法调查取证 对两人交往情况进行了核实 2021年12日24日 谭某和胖猫确认恋爱关系 以真实身份交往两年多 其间双方互见亲友 并在一定范围公开恋爱关系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 网安支队民警 崔广迪在他俩交往的过程当中 还有比如说 谭某和胖猫 以及胖猫的妹妹及其男友 一起到长沙游玩的经历 后来谭某和胖猫 一起商议由胖猫到重庆来 他俩共同生活 到了重庆之后 他俩还共同比如说开了花店 然后春节的时候 谭某带这个胖猫到老家去 以男友的身份介绍给谭某 父母以及亲友 一直到今年的4月份 针对胖猫姐姐刘某报警称 谭某利用感情操控胖猫 并骗取了大量钱财的情况 重庆警方也进行了深入调查 结果显示 谭某与胖猫在交往期间 双方经济上互有往来 并不构成诈骗犯罪 重庆市公安局南安区分局 网安支队民警 崔广迪从两人转账记录显示 胖猫向谭某转账317笔 共计79.9万 而谭某向胖猫转账179笔 共计46.3万元 包括谭某向胖猫父亲和姐姐转账 交往过程当中 两个人都以真实身份互见了亲友 并且公开了他们的恋爱关系 同时也在筹划自己的未来 不构成诈骗犯罪 警方依法做出不与立案决定 同时将不与立案通知书送达刘某 据重庆警方通报 5月11日 胖猫姐姐刘某 对重庆警方不与立案决定表示认可 同时 经调解胖猫家人与谭某达成和解 谭某全额退还了与胖猫恋爱期间 经济往来的差额 胖猫姐姐涉嫌误导舆论 账号被多平台封禁 针对谭某报案称 胖猫姐姐刘某侵犯及隐私的情况 重庆警方经过调查取证后查明 刘某在事件发生后 先后在网上公布了大量涉及谭某的个人隐私信息 并且通过联系他人代写文案 购买流量等方式故意误导舆 在此期间 刘某在网络平台账号的粉丝数 从263个增加到最高的290多万个 获点在1455.6万个 目前 刘某在多个平台的账号已被封禁 在胖猫跳江身亡后 4月13日 经民警协调 谭某向胖猫父亲返还13.6万余元 称双方交往期间经济问题再无纠纷 胖猫父亲通过归信向谭某出局收条 对于这个结果 胖猫姐姐刘某并不满意 他认为胖猫每月带打游戏收入2-3万元 钱都花到谭某身上了 声称要让谭某不好过付出代价 并与其妹妹商议就是要让谭某被网爆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网安支队民警 崔广迪牛某多次在网上发布谭某与胖猫之间的聊天记录 以及转账记录这些个人隐私信息 同时他还与其妹妹商定 截取的聊天记录要显示谭某是捞女 谭某是骗子 同时也要显示胖猫被突啊成为提款机 同时他们还采取另外注册账号在评论区引导 邀约亲友在评论区跟评的这种方式 继续曝光谭某的地址信息 网络账号等信息 重庆警方查明 在胖猫事件发生后 刘某与其妹妹联系多人代写文案 讨论如何博取网民同情 并且商定了在自拍时要注意的细节 包括要显得很疲惫 很心累 很委屈的模样 打扮得可以随意一点可以不化妆 录制时要先背下来 不要眼睛时不时的再看台词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网安支队民警 崔广迪我们调查发现 刘某通过在平台购买流量提升热度 导致谭某被网友攻击辱骂 网络空间秩序被严重的破坏 在调查过程中 刘某也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 并且认了错 我们将根据进一步的调查结果 依法做出处理 我们下期见